小苏打强力清洁白色衣物的惊人效果 小苏打除了是一种天然的清洁剂之外,还有非常好的除臭效果。 如果用于洗衣服时,会增强洗衣精的效果,并能让白色衣物更加洁白。 此外,还能保持洗衣机的前进。 用小苏打洗衣服的优点。 研究发现,市面上贩售的洗衣精含有对环境有害的侵蚀性成分。 因此,如果你用小苏打洗衣服,就能保护环境。 小苏打能软化洗衣服用的水,此外,还能促进更多泡沫的形成。 这有助于平衡洗衣集中水的酸减值,让衣服比以往更加洁白。 你知道小苏打是一种优秀的衣物柔软劲吗? 只要在洗衣机的洗衣周期加入半杯小苏打,就能达到衣物柔软的效果。 如果你有弄脏的衣物,即使污垢很顽强或有粘性,也能使用小苏打彻底清洁。 如果你使用冷水,而非热水,洗衣服,衣物颜色会更明亮,白色衣物会变得更白。 预洗衣服 如果你想利用小苏打的除臭特性,建议把衣物浸泡在小苏打水中,并放置隔夜。 这种方法能有效去除衣物上的异味,对于有香烟味道,霉菌或汗味的毛巾和其他衣物来说,是去除味道的好方法。 成分 一杯小苏打,200克,4公升水,该怎么做? 将两种成分混合在水桶中,浸泡衣物,如果有必要,可以加入更多的水。 将衣物浸泡隔夜,准备第二天的清洗。 将小苏打用于洗衣机。洗衣机充满水之后,倒入半杯小苏打,使其立即溶解。 然后像往常一样继续洗离周期。如果一次洗很多衣服的话,可加入一整杯小苏打。 当涉及到清洁,醋是另一种有趣的成分。加入一杯白醋,可以提高小苏打的除臭效果。 将衣物在室外晾前。洗衣之后最好能在室外晾前。 将衣物在太阳下晒前,风会去除衣物上留下的任何气味。 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可以将衣服晾在室外,只要选择一个阳光能照到的地方。 你也可以使用烘衣机,一旦烘衣循环结束,最好先纹一下衣服,然后决定是否需要再次清洗。 如何去除污子? 小苏打也是一种天然去污迹,它的成分非常温和,能用于各种布料。 成分。一汤匙小苏打,10克。 制作。 将小苏打加水混合成糊状物。也可以用双氧水或粗带地水。 这种糊状物非常适合去除油污、油脂、泥土、食物和许多其他布置中的污子。 正确的使用方法是,将糊状物轻轻摩擦污子,并确保覆盖污子的全部区域,尤其是边缘。 静置15分钟。如果是尖缘布料上的污子,可以用旧牙刷刷洗。 不要用于丝绸或绸缎等精致布料,因为可能会破坏布料上的纤维。 最后,用大量温水冲洗衣物,以去除衣物上残留的污子。 在精致的布料上,最好能用湿布擦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